来上学 为什么没来上学 那么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会骑马 这一点也不奇怪 好 李慧 李慧 你有没有感到奇怪的事情呢 你是不是有感觉 哎 双马和双圆 为什么没有来呀 今天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很奇怪是不是 想不通 想不明白 那我们也可以说什么 哎 我很奇怪 他今天为什么没来上学 是不是 好 我们说 这个在印尼 在印尼这个国家 有很多人都会说汉语 是不是 像你们一样 汉语说的很好 那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每天都在学汉语 是不是 有很多人都在学汉语 所以他们会说汉语 一点也不奇怪 是不是 好 那李慧 你读一下这两个句子好吗 我很疲惯 他今天为什么没来上学 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会 骑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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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也不奇怪 很好 很好 山密来读一下好吗 山密来读一下这两个句子 我很疲惑 很疲惑 他今天为什么没来上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会骑马 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会骑马 骑马 大家可以写下来写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可以写下来写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然后下课的时候呢 多读两遍 大家就掌握了好吗 骑马 骑马 好 我们往下看 的 什么叫的呢 就是高兴的说 开心的笑 的 我们刚刚是不是没有声调呀 他就读的非常的轻 还有短 我们说的 的 高兴的说 高兴的说 开心的说 你看他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很开心呀 很高兴 然后呢 这个句子就是 他很快的吃完了早饭 很快的 很快的 高兴的说 大家以后看到这个词呢 就把它读的很短 很轻就好了 比如说 我高兴的说 我通过了我的考试 是不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大家有什么开心的事吗 比如说 我高兴的说 高兴的说 我这周通过了我的考试 那黎慧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李慧可以开一下麦克风吗 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 你有什么 很高兴的事吗 我不知道 嗯 也还不太清楚是吗 那么 夏蜜 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没有 还没有 我告诉你啊 我有一个小弟弟 他今天跟我说 我今天特别高兴 那我问他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奶奶啊 因为他的奶奶 给他煮了一个大鸡蛋 他觉得特别高兴 他就因为吃的很好 所以就很高兴 吃的很开心 所以他高兴的说 高兴的说 我今天吃了一个大鸡蛋 是不是 那大家有 有没有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呢 来 李慧你读一下这三个句子吧 高兴的说 开心的笑 他很快的吃完了找饭 非常好 你读的非常标准 来 夏蜜 你读一下 高兴的说 开心的笑 他很快的吃完了找饭 很好 得到非常标准 好吗 来 我们来往下看 哦 这是我们的练习题 那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 大家看看这个空 应该填哪些词呢 国家 地 下 动物 哎 大家用这些词填到这个杠杠 杠杠上 给大家两分钟时间 大家思考一下 可以吗 吗 不会给大家吸住 这些词